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溫泉的定位跟運用的類型 在我們國內來講 許多人還認為它是一個洗澡 同時他覺得很粗略的了解說 這個溫泉它是可以消除疲勞 改善痠痛、注意血液循環等等效果 其實它並不是很了解說 真正的溫泉的作用是在哪裡 在溫泉運用的類型當中 它有一般的泡湯還有養生理療 觀光旅遊、植物灌溉等等 我們剛剛所說的這些部分 尤其是在溫泉理療的部分 其實是我們現在目前台灣必須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在我們台灣地區 以觀光旅遊為最主要的溫泉利用 關於植物灌溉的部分 台灣的這個礁溫泉溫泉區裡面 它有種植一些水耕的植物 包含了有蔬菜跟水果 在四重溪的部分 它最近這幾年一直在從事這個溫泉排出的廢水再利用 利用在種植小番茄的部分 那養生理療的部分 我這邊要特別的去強調一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這個溫泉保養地的利用 這個溫泉保養地在歐洲稱為溫泉保養地 那在日本它稱為國民保養地 那要有這個稱為保養地 它必須要有一些條件的 那在這些先進的國家裡面 他們對於這個溫泉保養地 它發展的時間也有上百年的時間 那在這個溫泉保養地裡面 含的產業它不只是在這個溫泉修養 觀光油氣而已 那它的領域涉及到這個溫泉的醫療 那自然的這個生態啊 地方的文化啊 歷史古蹟等等 那其中還包含了有一些音樂廳啊 賽馬場啦 娛樂賭場等等 的一個多元化的這個娛樂設備 以及這個休閒遊戲的方式 那因為現在的這個溫泉產業啊 是以我們台灣來講是 屬於這種傳統式的這個經營模式 那它這個經營模式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以下我就羅列有五個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溫泉啊 沒有有效的再利用 那再來就是經營沒有多目標化 那它的產值啊它是偏低的 那沒有結合一些科技 那還有就是現有的技術啊 仍然有不足的地方 那如果說我們將現在的這個經營模式啊 再加上一些科技的加值的時候 比如說資訊的科技 資訊的管理 那開發保育 監測的技術 還有生物科技 理療保健 水處理的技術 溫泉調控的技術等等 那因此 介入這些以後啊 它就會產生一些高質化的產業 比如說 健康食品啊 或者是美容保養面膜之類的 那當然會有這個 這個漁木葉 可以利用在漁木葉 但最重要的啊 就是這個溫泉的療養 那這個區塊啊 在我們國內啊 是現在目前正式要推動的 那這樣才可以增加它的產值 好